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显得比较高级 而且就算是做出来这些动作不会被人觉得好唐突啊 你怎么这么的轻浮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当时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啊 现在说第一步 第一个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机掌或者握手或者拍肩膀这类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你和他是一个合作关系 或者说你跟他就是一个同事关系 或者说你跟这个人他是你的客户怎么样呢 你想进一步拉近距离 那你可以在这个项目完成了之后呢 主动伸出来手 谢谢你 这个握手呢 不一定要真的像那样去握啊 就是这样点到为止的去握一下就可以 然后还可以呢 去击掌呀 就是击拳头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图啊 就是这样子也比较 或者说 直接给他说 来给你发 然后两个人拍一下掌 也挺合适的 那关于第二点呢 很多人在看听完我的那个音频课之后 他们说啊那你说的那种要跨胳膊那种是不是太随意了 会让人觉得你这个姑娘你这么轻浮 那我要在这里提出的话 如果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到达一种这么亲密的一个地步的话 你不要去宣传 就这样 去跨人家 不要这样去 你们要做的是可以小扶一下 这样 但是这个扶的时候呢 注意不要去扶人家的一些那种比较亲密的地方啊 你可以是扶着他的胳膊肘 稍微的扶一下 哎 让我扶你一下 我没有站稳穿着高跟鞋 或者说你在去扶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扶他的手腕这里的地方 你不要去拉人家的手嘛 你可以去扶一下手腕这样的地方啊 就是很轻微的这种动作 点到为止 咱们的原则呢 就是点到为止 看上去有一点小撩 但是呢 又合乎情理是属于一种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 哎 我扶你一下 或者说 哎 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扶他一下 对吧 就是这种的合乎情理 点到为止 第三步呢 它适用于两个人出机见面吃饭的时候 比如你对这个人还比较满意 偷几次吃饭的时候 肯定咱们说相亲也好呀 或者说跟一个比较心意的男生一块出去玩啊 头几次的时候 你肯定不能进行一些大幅度的亲密动作吧 是吧 这样呢 第一方面会显得轻浮 第二个呢 也会有一些坏男生 他会觉得你是可以让他占便宜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显得有一点点的高级 比如说你们一起吃饭 你可以不通过肢体接触啊 不通过那种直接的肢体接触 你可以通过一个物品去传递啊 比如说你看到他在那吃饭 然后你顺手去给他递了一张纸 然后呢 你去给他倒茶 拿接过他的茶杯 或者说他给你倒茶的时候 你拿着手去给他递那个茶杯 包括你们俩吃完饭之后呢 你可以说 嗯 给你纸 擦擦嘴巴 嘴边这儿有一点 但是这个时候呢 不要用手去指自己的嘴巴 可以去拿着纸巾 嘴到对方的那个嘴那里说 哎 你看你这儿 有一点点那个油 你擦一下 把纸递给他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级 又带着一点点小暧昧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最后一点呢 就是希望姑娘们你们可以善用自己的一些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 不要去自拍 平常的时候呢 都对着镜子去看一看 自己 哎 什么样子最好看的 比如说你是这样笑好看 还是乐嘴笑好看 哎 是说哪句话的时候 什么样的眼神 什么样的痘痘 更能显示出来你的漂亮的地方 比如说可以是笔心啊 或者说这样笔心啊 或者说这样笔心啊 或者说是那种歪头纱啊 就是给人一种俏皮感 然后又会让人觉得哎呀 他好可爱 就是他好撩 就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些 肢体接触方面的一些禁忌 你看咱们为什么叫做小勾引呢 就是讲的是这种点到为止的一个接触 如果说你深层次的那种啊 什么摸头纱呀 什么捏脸呀 搂脖子啊 拥抱啊 这属于是后续的一个 将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勾引 咱们这种小勾引就是这种点到为止 像什么摸头纱 尽量在初期接触的时候先不要用 你们可能会说那哪些动作是不能做的呢 就是这种你看上去觉得很亲密的动作 很露骨的这种动作都不要去做 只是停留在这种小勾引的阶段就OK了 但是如果说你和你男朋友已经 你和他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勾他脖子 去抱抱呀 或者说是摸头啊 或者说捏捏脸呀 或者帮他整理衣领啊 这种很暧昧的动作 就可以去用到你男朋友的身上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在底下评论我啊 我是很少看私信的 社群可一直在招募中就差你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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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